当初公司确实是 极度的希望我可以签署 副职同意书 所谓的副职同意书 要让你重飞吗 离开职在这个身份 回到内勤工作 其实我在 应该是说我在专业的评估上面 我是不能再付飞的 出院没有多久 公司就是 公司方面有一个叫职医 他叫做职业医学科专科医师 就单方面的觉得我已经考虑了 我出院的时候 他就觉得我已经考虑了 他觉得我已经好了 但其实那时候我的 手脚都还不太协调 更不用说我身心的创伤了 后来也没有钱吗 没有 也还好我没有钱 因为后来公司就无意境到备 嘿,我在本身上 来到学院直集 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 我是主持人陈峰的 上一集我们带来了 2015年复兴航空 235号班机 的南港空难事故 一架从台北松山机场 要飞往金门的航班 在起飞后的三分钟 就因为不明原因失去动力 坠毁于接农河 机身也碎裂成多块 飞机上共有58个人 最后仅有15人生还 唯一生还的机组人员 也就是空服人员 黄信雅 他忍着伤痛 脑中想的是自己一定要活下来 但获救后成为幸存者 在他心中生长的 并不是雀跃 而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也就是PTSD 他不断的质问自己 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 只要闭上眼睛 脑中 就会浮现当时空难时的画面 活着的挑战 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再更加辛苦 那这些内心的伤口 究竟怎么治愈呢 整体的空难 真相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期我们就要来继续探讨 我们邀请到靳雅来继续讲述 靳雅你好 为听众大家好 我是靳雅 其实靳雅现在是算是 逐渐走出阴霾 然后愿意跟听众来分享 一些过往的经历 那其实当时 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些感觉在心里面的黑洞 比较扩大 其实就是这种所谓的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也就是PTSD 那这个东西 你后来了解 它到底是个怎么样 你回顾回来 它到底对你造成一个怎样的改变 我可以先减数一下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发生在我身上的东西症状 就是我对事情都感到麻木 会觉得关我什么事 就是我只在乎我自己 也不是在乎我自己 就是我只 我只能顾好我自己 对然后我对事情都很麻木 不管是开心的事 不管是难过的事 我都觉得就与我无关这样 就是感觉我的门窗都关起来了 感觉是个安全机制 对就是我对外在的一些感知 我都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 然后我对人也很难有深入的接触 就是像我现在这样跟你讲话 我没有办法 或者是 包含当时的这些咨询师 要跟你聊 你也没办法跟他谈 我那时候超级排斥的 就是我甚至觉得去諮商超痛苦 反而不諮商还没那么痛苦 就是要把自己的东西讲出来 对人要太难 就是 我觉得他们没有发生过我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会明白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们只希望我好起来 希望听你讲 然后他们能够做一些 给我的建议 我会觉得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比如说他们会说 你要多多运动 你要多多走出去外面 可是我就不想 我就觉得 我当下就不想 你叫我出去 我就没有办法出去 就觉得出去很痛苦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跟人家 不太有太深入的聊天 然后一方面我也 我本来会开车 然后后来我也 受伤之后我就不敢开车 我甚至连搭车都有问题 因为我发现我坐在车子里面 有一次就坐副驾 然后那车子 旁边的车很靠近我 我就 我一直在踩刹车 自己在踩刹车 然后我会很害怕 就是交通工具跟我很接近 只有感觉在家里面 我才会觉得很舒服 很放心 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 对 或是甚至坐在马桶上的时候 就是在厕所里的时候 对 所以那时候很常把自己坐在 就是关在厕所里面 我妈说你怎么去上 上这么久 对 然后我发现我出现了片段性的失忆 对于当天的事情 不是 之前的事情 但我现在还找不出是 确切是怎么样 但是我发现我对于 人生的有一些事情 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有一些人我也忘了 对这个人出现在我面前 其实我妹说 姐你忘记他了吗 她是一个蛮重要的人 在人生里面 应该是说我算是熟人 但我却忘记他是谁 然后我也忘记我在哪里认识 我发现我的 记忆有点 受损了 对受损了 但是我的创伤压力症状群 合并的这个抑郁症是 我外表看起来跟一般人无异 尤其是我也没有受伤 太多的外伤 所以其实我 我也可以笑着说话 笑着聊天 甚至开玩笑 但这个抑郁是 一般的抑郁症 是会显示在外在的吗 外显的 应该是说 这样子的状况 很多人的表现的不太一样 但我是会隐藏起来的人 对 而且隐藏得非常好 甚至于我家人都感受不出来 你有抑郁症的状况 就是我心里不舒服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 你也没有想跟他们讲 对 我觉得我选择的方式是 你要跟他共存 那时候没有共存他 那时候只是觉得说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不一样 那有任何人跟你讲说 你可能有抑郁 或者是有创伤或压力症状后群 的这件事 在那个时候 我受伤之后 就有听到医生 这样跟我的家人说 那我没有去意会到 那是一个多严重的事情 我觉得说 那就是一个可能 你受伤之后的一个伤心的感觉 但我没有想到是 这个东西是会跟着你的 然后不会好的 一直到什么时候 你比较可以去谈 那一天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心里面的状态 跟家人可以讲吗 或者是 其实就是一个突然 我就觉得 以前的我是没有办法谈论这件事情 甚至于我没有办法面对 我就是黄静雅这个 这个当事人 我还甚至有想改名的冲动 我想要掩盖整个过去 然后就是把这件事情 就是整个掩埋掉 然后甚至于改名字 然后不想让大家知道我是谁 演变到后来 我可以真正的打开心房 然后阐述我的故事 勇敢讲我的故事 其实我不知道那个契机点是什么 但是 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我觉得 对 但是可能你没有发现 自己正在改变 那也还好我是慢慢的走向正轨 然后正向的改变 对那 你说我是什么时候开始 可以这样子侃侃而谈 讲自己的事情 其实我也找不到一个点 对对对 那当时你的男友 他给予你的这些心灵的支撑 也算是蛮重要的 他知道你的个性 他知道你的这些伤痛 我觉得我先生真的是一个 因为他不在我还敢这样讲 因为我平常就不配 会跟他讲这些话 因为他其实大我蛮多岁的 然后我觉得他在我身边 一直都是一个导师的角色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懂很多东西 然后知道很多东西 然后生活态度啊 做人处事啊 这种东西都让我 我都一直在成长 然后他也就是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就是两个人之间 不管是夫妻还是情侣 就是两个人是一直在往前走 不是有一个人停着 有一个人往前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我先生 空难发生当下就是 没有想要离开我 就是 就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故 你才能在患难中见真情 这是真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直都默默的陪伴我 然后 就我们一起走过我很低潮的时候 然后他也一句怨言都没有 嗯 等于说他扛起我的一切这样 半夜接起来 因为我自己要想像 如果我的另外一半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他可能情绪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正常人应该就甩头就走了吧 可能很多人受不了 很多人 你会知道他生病了 但你不一定 你会觉得是不是没有未来 对 不一定他能够走得出来 我当下其实很想要 有想要结束这段感情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我怎么办法兼顾你啊 甚至于还要照顾你的心情 我都没有办法照顾我自己的 我怎么照顾你 所以我觉得 就是最干脆的就是 就两个人就好聚好散这样 是 你觉得也不要拖累人家的时间这样子吗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就是 一直都很冷静的 就是感情这种东西 就是没办法就没办法 也不想再勉强 要带戏脱碰这样 对啊 所以其实那时候 他只有跟我讲一句说 他就说 你不用担心我 你只要过得开心就好 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还 一直都记得 他也告诉我的妈妈说 他不会离开这样 有可能我们不需要他 但是他不会离开这样 算是一个承诺 对啊 然后其实他在我身边就是一个很大的资助感 然后我其实心里面也非常感谢他 但是这感谢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真的跟他讲 对不知道怎么说 然后他会听啊 他记得要听 对 可以剪掉吗 对啊 其实走到现在啦 就是很感慨 就是一路走到这边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他后来也变成你的丈夫了 他也很辛苦欸 我觉得 对啊 变成我的丈夫 然后我们也就去登记而已欸 我们也没有拍婚纱啊 也没有办婚礼 所以是一个怎样的念头 应该是我记得是在试过活不到一年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以前是不想结婚 也不想要有小孩的人 嗯 我会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 很棒啊 开心就好 因为我是一个很活在当下的人 嗯 对然后所以我 觉得我人生应该不会有这种念头 想要结婚吧 就是这么大的责任 因为我就觉得一旦做什么事情 我就是要认真做好 那结婚了 你就是结婚 你进到这个婚姻里面 你的角色是要怎么扮演 是 以本到后面当妈妈 这都是没想过的 但如果一旦要做 我就是要把它做好这样 所以我不会轻易的去 开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身份 对 就是一定要想清楚才去做的人 对 那是怎样的奇迹让你决定 我受伤之后 我觉得如果我就这样离开了 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一个人 知道我是谁 然后也没有一个人记得我 我那时候就很想要有小孩 我希望跟先生一起 共组一个家庭的这个念头 就越来越强烈 嗯 对啊 所以就是觉得说 那不然我们就去登记这样 登记之后很快就有了 对啊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 天啊 我这样撞成这样 会不会就影响了生育的功能 其实我非常担心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办法生小孩 嗯 这样我也是一方面也是在拖累人家 因为我先生是想要小孩的人 对啊 那结了婚照我就 嗯 很认真的要怀孕 所以怀孕怀孕对你来讲 在走出PTSD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环吗 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女儿是老天爷派来的小天使 备孕是一个心情 但是真的知道自己怀孕了之后 又是另外一种心情 就是啊 真的怀孕了 啊 然后我可能就要当妈妈了 然后我真的准备 真的有办法就是 cover到妈妈这个角色吗 那时候的我的心情状态就是 很平静耶 就是没有什么太 不像一般的大家的妈妈 又会很常出去外面啊 我还很担心说我女儿生出来 会不会跟我一样不讲话 怎么办 就是不是胎教吗 对 但觉得没想到我女儿的出生 是一个超级活泼 爱讲话的小孩 其实跟你原本的你很像 对 你这样讲我倒是没想到 跟我原本的我很像 对 但是我想说是不是胎教会影响胎儿啊 然后我这么的寡言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他出生 会不会也就是不太爱讲话的小孩 对 所以索性他就是很健康 然后很开心这样 所以他其实是我 人生低谷里的一盏名字 一个希望 对 他的出生其实 真的是挽救了我耶 人家真的是说为母者强吧 应该就是这种感觉 才是一种负责吧 对啊 总不能就生了他 然后就 就结束了 他出生后 阶段性任务就结束 也不是这样 对啊 所以其实 呃 他的到来 其实让我就是可以快速的 在PTSD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 有很大的进展 嗯 我觉得应该也跟你的个性有关系 可能你需要这样一个助力 一个身份上的转换或许 会让你觉得自己有一个重担 然后更快的去脱离这样原本的PTSD的那种心理负担 有可能有可能就暂时的可以脱离这个情境跟这个氛围 对但其实他还是在 PTSD还是在 你有慢慢的去跟他共存在这段期间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吗 那时候其实没有就是忙碌的育儿的生活其实就填满你所有的一切 哈哈哈 所以睡不饱了 对 那个时候就因为 因为自己带小孩所以睡眠得到很大的帮助 累了就可以睡得很好 对啊 就是太累了 而且我又希望可以就是全轻微 嗯 然后所以我就是你也知道第一台的造数一样 就是希望可以给他最好 妈妈都是这种心情 就不要这个不要学那种逼死自己的方式 对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就很累 真的超累的 然后慢慢的好像就不太需要吃药 就不需要靠这个药物去让自己睡觉 对所以其实生活也慢慢的很充实这样 对然后我因为生小孩关系 所以我也看了很多教养的书 透过去教养孩子的方式 然后回来看自己 对对对 就是说因为你去看些教养书 他们都会告诉你说 妈妈怎么样 小孩怎么样 然后妈妈情绪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然后我用这些东西去反思说 我现在可以再怎么样改善自己 然后怎么样再让自己可以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然后去教育小孩这样 这样就PTSD的症状也就慢慢的减弱减弱了 嗯 原本的空服员的这个职务有什么改变吗 疗养这段期间其实直到公司倒闭都是以职灾的身份 都还是职灾的身份 职灾就是职业灾害的身份 当初公司确实是极度的希望我可以签署 副职同意书 所谓的副职同意是要让你重飞吗 离开职灾这个身份 回到内勤工作 其实我在应该说我在专业的评估上面 我是不能再付费的了 我的身心状态也不允许啊 对所以公司的副职的意思应该就是 我要回到公司上班 然后变内勤 对变成内勤的工作 但是你一旦副职之后你离开职灾的身份 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就是 你已经好了 对就是外界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副职就是等于好了 就是甚至于我那时候 出院没有多久 公司就是公司方面有一个叫子医 他叫做职业医学科专科医师 就单方面的觉得我已经康复了 我出院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已经康复了 他是有到现场去看过你 有然后也有要我到他的门诊去看诊 但他是公司配合的子医这样 他觉得我已经好了 但其实那时候我的手脚都还不太协调 更不用说身心的创伤了 对啊但他觉得我已经好了 可以复职了 他当下是这样跟你讲还是他怎么样 搞去这件事情 他就直接在我面前这样跟我讲 他说你都已经好了啊 你很好啦 精神科医生也觉得你不错啊 你知道那时候真的是重重的打击我 我就觉得我一直在想要让自己好 结果公司方面就是一直让我觉得就是很顾虑无缘 然后甚至于觉得说我只要我一出院就觉得说我可以立刻回去上班这样 是不是我在想或许也跟你当时跟精神科医师的这些访谈内容有关系 我觉得只是他们希望我可以快点离开职灾的身份 公司就可以少负担了一些啊 因为职灾身份他们等于是也要负担你一定的兴趣 其实我多半薪费是劳保给我的 所以有一些报道上面的都不是都不太都不太正确 但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要就是出来讲这些事情 对啊 等于是公司还有付一定比例的薪水给你 就是最低的那个比例的薪水给我 对然后加上职灾劳保的职灾 对 可以让你专心的养便 可是公司又很想要 他就只关心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上班 每天关心 赶快来签署这个副职同意书 对啊 后来也没有钱吗 没有 你自己也生气状况你自己知道 也还好我没有钱 因为后来公司就无预警倒闭 但就我所知其他那时候基督大哥他们就都有回去 就是因为有时候也是大家有自己的压力 跟个人因素的关系 还是得回到职场上 对没错 那会让其实静也造成这个内心创伤的事故起因 我相信也是各位听众关注的焦点 当时这一台ATR-72是法国与意大利共同合资研发所推出的机型 是一款双螺旋桨的客机 那其中这一台ATR-72的600型 更是当时的最新型号采用了全新客机 那根据ATR公司统计 全球有90个国家 180家的航空公司都使用ATR客机 他们总共接到了有1500架的订单 当时他们统计的 当时已经交机了1200架 每天有超过5000个使用ATR客机的航班 几乎是每15秒钟就有一架ATR客机起飞 大家可能会认为双螺旋桨的飞机 比其喷射推进的飞机 听起来就还要蓄 感觉也不太安全 比较小价 可是事实上这种双螺旋桨的机种 它耗油少而且灵活 比较适合这种飞短的行程 喷射的机种 遇到破裂的天气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稳定一点的 而且它速度比较快 比较适合飞长城 所以两个虽是各有优利 安全性上专家都说 其实这种ATR-72 600也没有什么问题 根据统计 1994年到2015年期间 也就是我们事故的这一年 ATR-72的客机坠毁事故总共有10起 其中4起都跟复兴航空有关 那么这一次到底为什么会坠毁 是飞机发生了什么故障吗 那要知道关键的话 就得解析飞机上的两具黑盒子 也就是座舱语音记录器跟飞航记录器 空难隔天 其实因为当晚就把飞机搭起来的 空难隔天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 也就是所谓的飞安会 就取得了黑盒子 也发布了这个新闻 就说从飞机起飞到降落只有3分23秒 由于两具的发动机都失效 组员呼叫重开 就是可能要重新发动这个引擎 一个不明声响之后就断练 其实在案发当天 对于整个空难事故飞过高架桥那个画面 是由行车记录器所拍下来的 调查小组就发现说 这个飞机螺旋长 当时他们慢慢看这个画面 隔放之后发现这个螺旋长转得非常的慢 判断左右两边的螺旋长应该都失效了 经过细部检查之后 也就是从机融合吊起来这个残骸之后发现 左边的发动机是完全正常的 作用上都完全正常 在右边的螺旋长 却发现它呈现了顺桨的状况 什么是顺桨呢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故障的安全设定 如果飞行的时候失去动力的话 为了降低风阻电脑的系统会自动把桨液 变成到顺桨的位置 顺着气流减少受到的阻力 就是顺桨 会让飞行的效能比较不会降低 但是更奇怪的是知道右边的螺旋长顺桨之后 进一步的检查右边发动机 右边发动机又盛长 是可以正常作动的 所以到底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顺桨的状况 就变成是疑点了 那经过实验室检测系部的零件之后才发现说 是因为右边的发动机里面有一个扭力感测器 其中的电路板的某一个焊接点有受损 导致这个感测器测不出流力来 于是系统就触发了自动顺桨 所以右边的发动机才会不能作动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在左边的发动机 也在正常作动之下 是足以让机师依照程序来继续飞行的 所以这个状况也都是机师 定期都得接受的一个训练之一 等于是让飞机得以安全的重回到地面来 那到底是为什么会导致 连左边的发动机也失效的呢 调查人员后来听取了这副机师的录音档之后 整个谜团也都解开了 当时起飞到1200池的时候 驾驶舱就突然听到了一个警报声响 是右边发动机失效的警报声响 那这个时候正驾驶的廖建宗 却突然解除掉了自动驾驶 并且没有依照电脑给的紧急检查指示 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来确认是哪边故障 反而是收回了还能作动的 一号发动机 也就是左侧发动机的油门 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唯一能够作动的发动机了 他却把他的油门给收了回来 而且副驾驶没有第一时间的支持他 等到副驾驶议会过来的时候提出质疑的时候 跟他互相确认double check这个状况的时候 又被正驾驶给制止 最后录下的是正驾驶到建宗中说 Restart Engine 他要重新开车 副驾驶说 I can restart engine 没有办法 这时候要建宗他才议会过来说 我油门收错了 他在坠毁前的8秒钟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说他把油门收错 他原本是要收另外一个2号的油门 他却收掉了1号的油门 这个时候飞机已经呈现失速状态了 虽然驾驶仍然多次的尝试要重新开车 但是因为高度太低已经难以反应 在知道油门收错后的8秒之后 就坠落在基隆河内 大家可能会难以理解 经过长期训练的机师 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飞安会进一步调查之后才知道说 正驾驶要建宗他虽然是资深的空军飞官 后来转到这个明航机 不过从复兴航空过去的训练记录 就可以发现说 他对于处置不正常状况 还有紧急状况一直都有困难 当时也被教官判定不合格 复兴航空决定让他再次补考之后 才通过了转训考试 因为他原本不是飞ATR712-600这个机型的 它是飞起来机型的 也因为这样 他在这一款飞机上 他的飞行时数是非常少的 案发当时警告声一想 哪怕是所有的数据 仪表都告诉他是2号发动机有问题 但可能在一心多用之下 他却擅自解除了自动驾驶 并把1号的油门 这个发动机油门给收回 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其实最讽刺的是 调查小组后来套用了 在飞机上的所有数据 并再次的进行模拟之后发现说 在警报声响发出过后 如果依照电脑自动驾驶的话 你全部都不管 你就让他继续飞 飞机也是可以飞到安全的高度 所以这个最好结果 就是给了台湾社会一个震撼教育 大家没有想到说 整起南港空难 竟然是因为机械故障 加上人为的操作不当之下 所发生的这起事故 我好奇的是靖阳你后来在 尽管你不太看这个新闻 但你后来应该也知道了说 整起空难事故发生的原因吧 你对于知道真相之后 对你的心情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其实我是在之后才知道 就是大家所谓的真相 因为其实我认为 这都是只是别人给我告诉我的真相 因为我觉得所谓的事故真相 是驾驶操作失误 但我认为 不管是谁驾驶飞机啊 都不能一昧的把错误推给机师啊 我其实很 到现在我都还很质疑 民航局在监督机师训练方面上面 到底有没有落实 就像刚刚风德有说嘛 就是这些记录看起来好像 如果这个机师有这方面的一些 考试跟困扰的问题在的话 那后续的处理是什么 后续的教育是什么 你有没有继续持续观察 是 对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有落实 甚至于应该要追溯到之前 模拟机训练考核 是不是都有确实监督把关 对啊所以我觉得 所谓的真相我一直都 你还是存疑的 我一直都很存疑 所以我觉得公司在训练这方面 跟民航局跟政府的把关 都是我觉得都是有缺失跟不足 不足的地方 直到现在我觉得就算我们发生了这些空难之后 那那现在呢 对于这些监督跟这些机师的这些考试 是不是真的有 有落实 对啊 当时复兴航空他算是在 为了要能够赚钱嘛 所以其实排了蛮多的航班 那也招募了蛮多 就是那时候急剧的想要急速扩张吧 我们那时候 刚好就是我在复兴的这一段期间 我们公司买了很多飞机 然后包含空八的三百 我们公司想要飞远一点的地方 拓展一些航点 那急速扩张之下你当然是需要很多的 人力 对人力跟那个 那我觉得在这方面上面 人力的训练就有待 就是一个问号 是到底有没有落实 对啊 你一下子突然需要这么多机师 跟空服员也是啊 对啊 我知道那时候我已经受伤了 然后那时候公司也是 好像也是持续的就是继续招考 我受伤了之后公司还是没有停飞耶 是啊还没还没还没 对啊我就觉得很荒谬 怎么还在继续飞呢 到底有没有真的就是政府的介入 然后安全吧 我记得那时候是有规定说 所有附近航空的机师都要 就是这个机型的全部都要再重测一次 对对对 那时候我在养伤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 一直有很大的关注在这些上面 但我只是知道说 后来公司还是继续在 在营运 我就觉得很荒谬 对啊 后来复兴航空却突然倒闭 这个过程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是跟所有同事一起接收到这个讯息的 我也没有提前知道 完全没有办法反应啊 然后甚至传出倒闭的时候 公司不管对内跟对外都是一概否认要停业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17号就签完信托吧 但是21号他还发布新闻否认要倒闭 然后就是先撇清吗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都已经信托了你的公司的财产 那你21号还发布说你没有要倒闭 然后是不是22号就宣布倒闭 是 出现航空总是会于今天通过公司减散之决意 并于今天起全面抵抗 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减散公司 是基于公司目前资产人大于不在 还有能力对旅客员工与相关的合作伙伴的权益 提供必要的保证 出现航空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成立了紧急任务小组 分别就旅客推调 员工之前政府沟通 债权清偿的面向 全力处理后期的事宜 附近航空在这里再次感谢各界的支持 并对于公司解散所造成的普遍 致上最深的歉意与最大的感谢 再次谢谢大家 我觉得公司就是只是想稳固股价吧 然后就突然解散这样 就是真的是完全没有善待员工 那时候所有的我们附近航空的员工都去 抗疫 抗疫 对啊 是当时你有去吗 我没有我没有去就是那时候也 心理状况也没有到 对也没有到非常好 然后也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啊 对啊如果是有真正实质上面的帮助我当然愿意去做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面对这种大企业就是小虾米对抗大金鱼啊 我们能干什么真的就是求助我们啊 嗯当时觉得公司对你或对大家有什么亏钱 我觉得公司营运了一甲子也就是六十年 附近航空是台湾第一间航空公司吧 民航的航空公司吧 我记得比华航跟长荣都还要早 今天就这样说 说到就到 那你社会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对啊你这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然后这些员工都是跟着公司这么久的 甚至于我们以前里面很多学长姐都是 一个可能是基务 然后可能另外也是空 共主家庭 那两个人都在附近航空瞬间就没工作 那这个家要怎么办 有小孩要怎么办 就是你的这个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后导致这么多家庭的破碎 你有想过这些影响 有多重大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公司 你说有反省吗 我也不知道啦 也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对啊 透绪为了保障你们各自的权利 你们好像还有进行一些法律的诉讼是吗 对啊这其实其实我 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先生决定的 应该是说他决定提起诉讼 是因为我们想要得到一个道歉跟解释 因为我觉得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公司只是把我像一个烫手山鱼这样剔开 我只是想要公司可以合理的对待我 因为虽然我不是领难者我生还了 但是我所受到的灾害跟伤害是一辈子的 那公司只是用我已经康复了 然后我倒了 对我倒了我没办法照顾你 就一声不响的就是 就没有进后续的这些责任了 很没有道义啊 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很委屈那时候 但是我当时啦 不是一个会去说 要为自己距离力争什么的人 但还好那时候我先生就是 站出来就是他觉得说他 他觉得这诉讼是一定要走的 我们要的不是钱 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觉得说我要一个解释跟一个交代 是那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 可能在跟法官讲的过程当中 你有去提到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是吗 其实一开始我都很害怕这东西 就是我很害怕去面对跟公司的这些连结 甚至于律师问我一些事情我都会 我觉得我先生如果知道 他就他去讲就好 就是我就很 等于要把自己的东西再重新讲 而且是拿来就是拿来做法律工房 我就觉得超级不好受 但是就是没办法把在法律面前 你就是什么事情 你就是要把证据提出来 是是是那我提出的证据 公司是极尽的想要撇清 他觉得你就康复了是吗 对啊甚至于他们想还把我的PTSD 就想要赖在我怀孕身上 蛤 是不是很荒谬 是不是很荒谬 他想要他说我是产后犹豫不是PTSD 但我明明就是发生空难在前啊 是啊 对啊 而且我们刚听到这样也知道说 女儿对人讲是救赎 对啊 而且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这么努力要想要好起来的人 你们却极尽的抹黑我 然后甚至于把我可能想要好起来的一些文章内容 有一些阐述拿来说你已经好了 我已经好了啊 哪里PTSD 哪里难过了 我只要听到这种语言我就觉得说 天啊就是我是觉得好天崩地灭哦 我觉得说怎么会这么没有良心啊 比亲友的那些无心的话更要伤害力更强 对啊 他们居然攻击说我怀孕这件事情才是导致于我犹豫的事情 这样 对啊 我听到真的是超级难过的 我觉得说怎么可以污蔑我就算 然后甚至连带云连我女儿都一起 是 嗯 就一来一回的开庭嘛什么的 然后在最后一次的时候律师就问我说 我想不想要自己跟法官说说 原本你都是让律师在讲 对 让律师说这样 甚至我都很不想要出现在法庭这样 然后说好 我要自己讲这样 就那一天 就是一样就是到了法庭这样 然后 也是前面也是一直无尽的攻击我啊 然后对 当我可以发言的时候我 我真的是泪如雨下 一开始还好 一开始就是 阐述我自己的整个经历跟过程 讲到最后我真的是 受不了了 就是 长期以来的这种 积压在心里面的压力 然后我觉得 这种委屈 一概倾斜 我要的只是一个公道 我今天 就是一个 开心的员工 然后在你的公司工作 遇到这种事情难道是我愿意的吗 那公司后续的这些作为跟态度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没有诚意跟就是你只是想要逃避责任 所以我就是 讲到就是超级难过然后就是痛哭流涕这样 连带我从头到尾的是 这个PTSD 的这个过程跟长期以来累积在心里面的这种感受 然后就是全部一并的就是陈述给法官这样 那个宣泄对你来讲应该是很久没有 几乎没有这样过 我几乎没有这样过 但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一点什么 就是我跟我讲跟我自己讲说我一定要勇敢站起来 就是今天不管先生或是家人多么愿意多么积极的帮你争取权益跟什么的 但你如果自己一直这样微诺的躲着然后不愿意面对 那谁有办法帮你 你自己都不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那谁能谁能帮你做什么帮你说什么 对啊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在不认识的人面前然后赤裸裸的就是陈述这样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次我那一次阐述过后 我发现有助于我之后又更好了 对 因为这些点累积在你心里面的那些也算是有个触控 而且我其实我讲完之后对方律师其实 也闭嘴了 对我觉得他们也是工作 但他们看到我变 因为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表现的时候 我就是坐在旁边然后律师在讲 都没什么表情没什么情绪 然后他们那一次看到我这样他们其实 我觉得他们也有点振折 到说就是 他们也会不好意思吧 对啊所以他们也就没有说什么 对他们会说他们会再重新回去就是 讨论一下 对 后来这件事情有一个好的结果吗 还没 很久 希望后来有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这些经历成为了这个空来事故的现存者 对你来讲你觉得是一个正向的改变吗 一开始你当然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都是负面的 是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这都是你人生中的养分 但如果可以不要 可是如果事情再重来一次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会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你身上 然后给你爆炸性的 就是那些养分 对不一定是空难 有可能是其他事情 但我觉得 这些东西都会呈现你的养分 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但是都是会驱使你往前走 是 对啊 有些人或许撑不住 这段期间你有想过不好的念头吗 我曾经有过啊 我觉得活着好累哦 我真的可以体会有人说活着好累 活着好累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曾经就有活着好累的这种感觉 刚在家里面的那段时间吗 对啊就是 在医院尾端的时候到出院回到家的时候 我都觉得活着好累 我每天觉得 我居然为了睡觉而困扰 我居然为了生活而烦恼 就是为了心情不好而痛苦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累的吗 就是连这个无时无刻都要想到这些事情 这种就是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 都成为我很挑战的事情 我就觉得活着真的好累 有很脆弱的时候啊 但是从没有想过 有啦有时候会觉得说 真的是干脆死掉算了 真的有这种感觉 我有跟我妈妈说过 那妈妈怎么讲 我妈就大骂我 我妈说 就是真的是老长辈人长辈都是这样 她的意思应该是说 你怎么可以在生你养你的人面前说 你想要继续你的生命 怎么可以这么的就是这么不负责任这样 对啊 就是伤了妈妈的心 然后后来我就不敢讲了 又不敢讲了 对啊 站在她的立场当然是这样 她觉得她也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你吧 对啊 她觉得生命很可贵耶 妈妈是这样讲 对啊 你现在身为一个人母亲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出生在小康家庭啊 父母亲也是会为了 也是为了工作啊 赚钱而会有烦恼 那家庭最难过 她最痛苦的时候 妈妈说的啦 就是她从来都没有想要放弃我们 然后或是放弃这个家 那你居然为了这种 你居然都没有想过要努力 你就想放弃这样 但是其实念头就是一下下而已 我很快就又恢复正常了 对啊 人都是有脆弱的时候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脆弱的时候 你懂得找到出口 然后找到倾诉的对象 其实就是会有帮助的 是 那回头回来看 你觉得满港空难带给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命 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就算它没有发生嘛 它可能会换个形式 一样会带给你一个生命的养分 那你觉得这个空难你会恨它吗 你会觉得它如果可以它不要发生吗 如果可以当然不要发生啊 如果当然不要发生那场空难 大家都还好好的在 不是很好吗 你也不用送那些苦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才 二十六七岁 我的生命真要好好的挥洒的时候 可是我却发生了这场空难 其实我造成身上的损害是没有办法再恢复的 当下我很埋怨也很 困惑说为什么是我 然后为什么要发生这场空难 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 人生其实就是 你会发生很多不可不避免的事情 每个人生命中都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料事 然后有好有坏这样 所以其实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你有时候会很胆怯 但是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勇敢去面对它 对所以其实你说我会不会恨我 我不会恨 我只是觉得说 很遗憾当年发生的那一场空难 既然我幸存了 我就希望了发挥自己生命的意义 跟余生的价值 去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 幸存者不一定是幸福的 但去接受它之后 我觉得或许 它就是你的命运的一部分 对啊 就是你去接受它面对它之后 你就觉得说 其实带着这件事情 未必不是一件坏事 是 OK 那这一球台湾民众共同记忆的南港空难 我们不以消防抢救的艰辛来谈 而是贯穿七年多来在静雅所经历的一切 然后体验它的伤与痛 那PTSD创生后压力症候群 其实不仅会发生在重大案件的幸存者上 救难啊 警消人员也经常会疑患 甚至也经常发生在你我身旁的亲友 像是遭遇意外事件 目睹亲人或宠物的突然死亡 那可能幼年的时候 遭受到身心虐待 经历性侵害 暴力攻击或霸凌等等 都容易去引起PTSD 无形的痛楚 往往比皮肉上还要更加可怕 除了尽早向专业医师求助之外 自己信任的人 不管是亲友男友老公 任何你自己信任的人给予的支持 也是相当重要的 我也希望 真的不是你任何听众 能够像静雅一样 逐步的走出阴霾 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一集 大家能够更了解 PTSD到底什么事 创生后压力症候群 那么这一集的 我在案发现场呢 就到这边 也感谢今天的分享 谢谢风德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到一次贵的脸书 以及YouTube来搜寻订阅 我在案发现场